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拳头点点目睁 有理由航迹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记忆我的世界原始这么多容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叔 嗨 我是俊松 欢迎收看听听看 小叔啊 前一阵子呢 我在脸书上看到你和孩子的照片 你儿子女儿真的都好可爱啊 让我好羡慕哦 现在两个孩子都还小 很可爱也很贴心 不过我很担心 他们再大一点 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会不会开始叛逆啊 拜托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不是我想太多 你啊是还没当爸爸 所以当然很乐观了 等你以后有了小孩 你就会知道我的担心不是没理由的 你看现在的小孩啊多有主见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意见超多的耶 动不动啊 就跟父母谈隐私权 自主权 人家不是常说 青春期就等于是叛逆期吗 我怎么能不担心 原来如此啊 你这么说也蛮有道理的 那么今天的龙听脱手秀呢 我们特别请到四位来宾 来谈谈这个让很多爸妈都伤透脑筋的问题 青春期孩子到底该怎么教 请看 你家也有青春期的孩子吗 那么下面的情况在你家 是不是也常常上演呢 不要一天到晚滑手机 快要考试了 还不快去看书 玩一下又不会怎么样 每天看书很累 大人就只会叫我们读书 等一下 你又要出去打球哦 不准去哦 先去把你的房间整理好 再出去 为什么 我都已经跟朋友约好 要出去打球了 等整理好房间啊 天都已经黑了 要怎么打球啊 而且房间整理好了 还不知又会乱 你们大人真的很啰嗦耶 我啰嗦 他叫你做点家事 就嫌我啰嗦哦 好啦 既然那么想出去 干脆就不要回来了啦 好啊 不回来就不回来嘛 你 你哦 这位妈妈你别叹气 看看人家这对父子都吵起来了 为什么 我读书的事跟你无关啦 我警告你 我不准你去表演 不准 我就是想要当演员啊 你 叫养青少年孩子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不要太啰嗦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也会骂孩子 告诉他做错了 骂归骂 但是不要老师翻以前的旧账 因为这样孩子也会不高兴 所以啊 不要说过头了 我把上个月的补习费给孩子 让他去补习 没想到 他竟然拿去打电动耶 老师问我 怎么还没有收到补习费啊 我也很疑惑 明明我就已经给了 后来我很生气 孩子的确常常叛逆 叛逆其实多多少少会有 譬如说他可能看到同学 有一些零用钱这样的使用 或是他要买的东西 那第一个我会问他你有需要吗 你非要不可吗 我就有时候问他说那你到底 你是觉得因为他有所以你也要有 或是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可以跟我讲啊 你觉得没有很丢脸 那我们就买 那你觉得就很好吗 类似这样子 以前我们比较简单嘛 就是念书考好学校 然后出来工作 那现在的社会很多元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教养的新的观念会进来 我觉得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新的观念跟我以前过往的成功的经验 会互相拉扯 所以这个是让我在一路上都 要必须自己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提醒自己 不要把我自己过往的经验 强迫地压在孩子身上 我觉得这是最比较困难的地方 爸妈对你的管教最让你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我爸妈常常会念我 叫我赶快去找工作 一直碎碎念 龙人找工作真的不容易嘛 我跟父母说 我有去找工作啊 那就是找不到啊 我也没办法 只好算了 我想啊 等大学毕业以后再说吧 父母常常会跟小孩有沟通上的冲突 那当然第一个他们会觉得说 就是小孩对父母的意见很多 小孩是不是对父母 有一点贬低的意味 那父母都会觉得说 是我的小孩看不起我 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地方 但是其实我们小孩 其实是没有那个意思的 只是想要好好跟他沟通 爱唱反调 脾气像刺猬 动不动就顶嘴 你家的青少年孩子 是不是也有这些胖面症状呢 当孩子经历青春期 开始越来越有想法 父母教训该怎么做 才不会让亲子关系 变得剑拔弩张呢 龙人父母和青春期的听人孩子 在共通上会不会更困难呢 看龙人比清楚 听听人说明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四位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 家有叛逆青少年的教养经验 首先介绍两位听障来宾 第一位是住在台北的听障妈妈 吴灵芝 他的手语名字是灵芝 你好 你好 接下来呢 为您介绍第二位来宾 我想听听看的观众朋友 对他应该不默示才对 他就是 赢 两 打 打黑 你好 你好 接下来由我介绍 今天两位听人组的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住在桃园 一位很勇敢又乐观的 智障单亲妈妈 王春夜 春夜姐你好 欢迎 你好 我们族春夜你好 大家好 我是春夜 最后介绍这位听人妈妈 她同时也是一位亲子教育专家 常常帮很多家长 提供和叛逆青少年和平相处的好方法 让我们欢迎林世丽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家长各位观众大家好 君松 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真的是太棒了 虽然不是每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变得叛逆 但是呢 我觉得一个孩子从童年进到青春期 肯定会有一些让爸爸妈妈担心的问题或是转变 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好好的探讨一下 是啊 我想啊 孩子们也很想知道他们的父母到底都在担心些什么 所以呢 我们赶快来拷问在场的几位家长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哦 好啦 你别开玩笑了 赶快言归正传 首先我想请问邻居 你是从大陆嫁到台湾来 大儿子呢 是你和前夫生的 你把他接来台湾 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你先生对大儿子也像是亲生一样的疼爱 哇 听起来是很美好的家庭 我想请问的是 大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 有没有让你很困扰的叛逆行为 大陆和台湾的教育环境很不一样 他一时还无法适应 我们也只能跟他说 慢慢学习就好 记得在国中阶段 孩子在那时候呢 有点叛逆 我一直跟他说 有什么困难 慢慢适应 慢慢学 他一个人很无聊 因为爸妈是聋人 用手语聊天 他插不上话 只好自己玩起电脑来 我知道他太闷了 没有禁止他 就让他玩 但是当我们很想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又不太喜欢用手语跟我们聊 我们说什么 他都随便点点头 这让我很生气 忍了几次之后啊 我终于和孩子吵起来了 我跟他说 你衣服不要乱丢 要整理好 他只回答我知道 不要啰嗦 几次呢 我都忍下来了 后来啊 变本加厉 一直到我受不了 跟孩子吵 儿子竟然说 妈妈 你生我做什么 我回答说 我好悔生下你 你给我出去 儿子说 那我回大陆去 类似的争执啊 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 记得有一次 我气到想拿菜刀砍他 他竟然说 砍啊 随便你砍 我不怕 没想到他这么坏 我老公看到了 连忙拉开我们 一直劝架 把我们分开 还把菜刀拿走 儿子很生气说 他要出去 不要回家了 我也把他赶出去 他出去了之后呢 大概过了二三十分钟吧 一个人呢 在外面闲晃 既没有亲戚 也没有朋友 能去哪儿呢 就好乖乖地回家 我说 你回来了 不是要去睡在马路边吗 去啊 饭也不要吃啊 出去啊 他就一个人啊 坐在那里生闷气 当你和孩子 这样吵架的时候 你老公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 你扮黑脸骂人 你老公就扮白脸呢 我老公他脾气很好 我呢 脾气比较差 如果我们脾气都不好 儿子可能就真的 离家出走了 真的会回大陆去哦 我老公啊 拼命地安抚孩子 可是我脾气不好 心里的怒火啊 还没有消 就不想理他 老公呢 反而会一直跟孩子沟通 也会带他去夜市 吃点东西 等到两个人在外面 逛一逛回家 我呢 气也消了 我问儿子 你还想回大陆吗 如果你想回大陆就去啊 随便你想留在台湾 还是大陆 孩子仔细考虑之后呢 决定还是留在台湾 我说啊 既然留下来 那就要乖一点啊 要帮忙做家事 不要这么懒散 东西乱丢的 要好好整理 儿子说他知道了 老公就陪着儿子一起整理 我呢就随便他们去 假装在忙 不去理他 在厨房忙着煮饭 老公仔细地告诉孩子 该怎么整理 该怎么分类 教他衣服 要怎么收拾好 真的辛苦 那么大黑呢 我知道你只生了一个儿子 听说啊 你为了跟儿子沟通 想更了解青春期儿子 他的内心 所以只要学校 有开亲职课程 你都会去上 我很好奇 你在教养青春期的儿子上 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 平常啊 我太太跟儿子 都是用口语沟通 因为太太原本是听人 在十八岁之后才失聪 但是他发音非常的清楚 跟孩子沟通 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就不一样了 儿子很讨厌我的声音 觉得我的声音怪怪的 不标准 每次我骑车送他到校门口啊 他就叫我赶快走 我心里其实很难过 只要我一打手语啊 他马上要我手放下 闭嘴 我也只好就走了 那为什么想要去报名 亲职的课程呢 为什么 孩子的问题 让我很头痛 所以只要有亲职的课程啊 我马上就会去上课学习 希望对自己能够多少 有点帮助 那么你去参加亲职教育课程 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 互动 上过课之后 你觉得你们亲子关系 有没有获得改善 还是有限啊 不能照本宣科 虽然用学到的方法 试着跟孩子沟通 但是孩子有的时候 还是六亲不认 所以不管我学多少啊 目前还只是书上的理论 当父亲真的很辛苦 很不容易的 想请问春夜姐 你离婚之后 独自抚养两个儿子 想必你是一位 很辛苦的单亲妈妈 我也听说 好像你的小儿子很叛逆 让你为他伤透了脑筋 是不是 是啊 没错 十年前的时候我离婚 我就带两个孩子 因为当初我就觉得说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就想要两个孩子 因为他们是我全部的财产 可是我觉得一个妈妈 真的要带两个孩子 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为你一下子 要扮演爸爸的角色 一下子又要扮演妈妈的角色 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那原则上 其实我大儿子 并没有给我很大的 困扰他还算还蛮稳定 可是真的我那个小儿子 就是让我已经 人家说抗战八年 我真的已经超过八年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超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又想要有父母的那种角色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直在抗 就是反抗我这种父母的权威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其实有一段时间 很长的时间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这样啊 想请问林老师 你是处理亲子关系跟问题的专家 但是我们先撇开专家的身份不谈 其实你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看资料上写 你的大儿子现在在当兵 小儿子也已经读高中了 不知道你的儿子有没有出现过前面三位爸爸妈妈 他们所面临的青春期症候群呢 有 我也有跟我的孩子争吵过 我们家的老大也曾经叛逆过 那但是当他读到大学的时候 看到老二的弟弟也在叛逆中的时候 就会跟妈妈安抚说 妈 我就是这样走过来 等弟弟再大一点他就会好了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 我们家长都有谈到跟孩子的冲突 我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 的确是很容易有一些情绪 或者是在他所谓的狂飙期国中跟高中 也加上他的荷尔蒙的发展 分泌过旺的时候 加上他在青少年 有一些他的生理 心理跟情绪的一些发展 很容易跟我们父母亲的一些观念 跟看法不一样的时候 很容易就跟我们起冲突了 的确 林老师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 现在有一个题目要请问四位来宾 请看 青春席的孩子老爱和你唱反调吗 适的请举圈 不是的请举叉 来 请举牌 请问大黑啊 你举叉意思是孩子不会跟你唱反调吗 因为我孩子只爱玩电脑 没有时间听我们讲什么 所以算是不错吧 只要我发出声音啊 他马上叫我闭嘴 我打手语 他根本连看都不看 我只好拍拍他 手笔一笔 简单沟通了 啊 我老婆的发音比较标准 他会听 一边打电脑一边听 所以沟通比较没问题 不像我啊 一讲话就被打断 所以我也很沮丧啊 你儿子是从几岁开始 会有这样的叛逆反应呢 或许年纪再大一点以后会改善 会变得比较懂事一点吧 从国一开始啊 我就发现我不管说什么 他都不理我 到现在还是一样 我每次啊 想要用口语跟他沟通 他就故意不听 又不看我比手语 最后都是我软化 我让步 春夜姐 你独立抚养两个儿子 真的是很不容易 尤其是小儿子 在叛逆期的那段时间 他有做过什么让你伤心 难忘的事吗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我的小儿子 其实他是一个 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 那他其实也很喜欢那种 很刺激的 他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瞒着我 就骑车 那就骑到学校去 那一次他骑车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车祸 这样子 我以为只是一个小擦伤 可是我一到医院的时候 没想到我看到的 我整个人真的就是都愣住了 想说躺在那里 怎么会是我的儿子 因为他 这边全部都是血 嘴巴也插着管子 我几乎认不出那是我的小孩 因为他就是这边也断掉了 下巴断掉 牙齿前面都掉了 那就是两个肚子 这边也都接了一个 就是都接了管子 下面全都是在引导他的内出血 那两边的手都在输血 那时候我看到我整个人 真的我觉得那是我人生 到现在我觉得给我内心很大的痛 我觉得老天还是很眷顾我们 就是我们转院到长庚医院 住了将近就是一个月 那他也慢慢恢复 那我觉得这也是给我孩子 一个很大的教训 从那时候开始我学习也很多 就是也许有某方面 要尊重我的孩子的一些想法 因为我可能一直站在 我觉得父母的一个角色 就是我很担心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也许他就因为觉得说 他就是想要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也导致他一直想要往外跑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 现在其实我们的关系 其实真的越来越好 林老师啊 我想请问啊 您是亲职教育的专家 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孩子 也发生冲突的时候 您会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些危机呢 其实孩子多少都会跟我们大人 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那事实上你说亲职专家 会不会有亲职问题 会啊 我跟我孩子也会有冲突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每天开车要送他去上课 然后他坐在旁边 我开车 就说儿子安全带绑上绑 他就会看我一眼就说 等一下 我说不要等一下 现在乱 那OK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呢 等一下等一下 你知道吗 我们这样子争吵了快一个礼拜 后来我说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理由 然后他就说 你没看到我东西很多吗 我东西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可以绑安全带呢 你一上车 你是开车的 你当然可以 你是司机可以 可是我还有书包跟所有东西 所以那一次之后我观察到 我就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上车 然后你东西放好之后 你就愿意绑那个安全带吗 那他就告诉我一句 为什么要绑安全带 我就告诉他 绑安全带是为了你的幸福 为了你的安全 而不是为了警察什么等等 其实当我们讲这些道理的时候 只要他放松 或者是觉得OK的时候 他才听得进去 许多孩子到了青春期阶段 就开始不听话 爱唱反调 到底父母和孩子之间的 真结点在哪里呢 该怎么解决呢 林老师 我想父母亲跟孩子的问题 我这边有做了一个资料 那个资料就是 父母亲为什么会被孩子惹毛 我想第一个 我们就私下来看 父母亲呢 我怎样 不能纵容孩子 尤其是现在的行为 比方说在打电脑 我怎么可以让他允许 一天打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 如果打了电脑 他不读书 他就会变坏 所以我如果让他继续下去 就是我在纵容孩子 那第二个理由呢 来我们来看 也因为刚刚第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就会有第二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我不能纵容他 因为我一纵容他会怎样呢 孩子的未来 可能会现在的行为 影响到未来 比方说他现在常常 骑摸车很快速 这样是自己抽货 以后万一撞死人了 所以那个未来很可怕 所以当我们担心 他的行为的时候 就会担心他未来 因为那个行为 所展现出来的未来 那也因为这样的未来 所以你知道吗 父母亲第三个 我们就会说呢 我父母亲应该怎么样 孩子有孩子的样子 放学回来 第一个要写功课 不然就要去洗澡 不然再次要去吃饭 然后呢 吃完饭之后呢 看一个新闻可以 接下来就要写作业 他应该要这样 那如果要打电脑 你应该要有自制力 你一天或者一个礼拜 只能玩一到两个小时 你看到长辈 你就应该怎样 我们也许认为这样是对的 可是也许做事的方式 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 应该怎么做 那最后一个 孩子很容易惹毛 父母亲生气的就是呢 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父母亲才有一个认为 我现在讲的话 你没有听就代表 你不孝顺 你不听话 你就是在叛逆 所以我们刚刚主持人很好 定了那个题目 孩子老是跟我唱反调 当我们父母亲如果觉得 我的孩子跟我意见 不一样的时候 不听我话的时候 老是唱反调 我们的亲子关系 就会起冲突 刚刚指的这四点 父母亲不能放纵 孩子现在的行为 或者父母亲担心 因为放纵孩子的行为 他的未来就有可怕了 不能承担的后果 或者我当一个父母 我就不应该怎样 我应该要怎样 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 或者我父母就会听 这个孩子如果不听我话 我就是失败 然后呢 孩子就是叛逆 孩子就是抗拒 当我们这样的话 亲子冲突就会持续存在了 好的 来了这么多 眼睛累了吧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 让我打个卡 按个赞 先休息一下 孩子过度沉溺于网络 手机让你困扰吗 孩子学人家用手机聊天 我其实不知道耶 是老师告诉我的 说孩子用手机聊天 可是我没有听过啊 后来手机费账单寄来 哇 好贵哦 一两万块耶 我吓到了 很生气地骂孩子 孩子很晚睡啊 晚睡的原因是 常常上脸书 我也很难禁止啊 其实这对身体很不好 但是孩子说 他要知道最新的讯息 要做好准备 隔天呢 跟同学才有话题聊 听他这么说啊 也只好顺着他 只要是在看讯息 不是在玩游戏 我就不反对了 那么哥哥也比较大 他其实他电脑会 他会玩 那我其实很难去要求他 第一个他其实功课一直都不错 第二个 我会跟他这样说 第一个 当你的成绩退步了 那代表你的 你的时间分配不对 第二个就说 那你进室了 如果小孩眼睛都很不错 如果下学期 加深了 那代表你不能 这学期不能玩电脑 就说你要控制 在成绩退步了 成绩退步了 代表你不够胜任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对你自己负责 那你就必须要被约束 就曾经因为有 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晚上十点半上床睡觉 那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警告他了 然后我就把他手机摸搜 那他也说好吧 那就没有就算了 他也就还是每天摸来摸去 等到他过农历年 他知道有长假 他需要这个手机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努力达到 连续三间晚上都十点半上床睡觉 而且他还算好 是过农历年的前三四天 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刚好做到了 我头机还他了个 今天是农历年初期 所以其实孩子也很聪明 那我老大更是被训练得很会算 就是他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欢迎继续回到 龙 听 脱 手 秀 军松 说真的 你好好回忆一下 你在青少年时期 有没有做过一些 让爸妈觉得你很叛逆的行为 老实说 因为我父母亲眼睛不方便 你知道的 所以都是由哥哥兄弟父子 但是那个时候 哥哥对教养孩子也没经验 所以我们两个常常起一些争执 互相不理对方 就像在打冷战 感情并不好 后来哥哥结婚生子之后 也随着年龄的增长 才慢慢地有所体会 那个时候我们才比较亲近 感情比以前更好 不能光说我 那你呢 你应该也不是很听话的孩子吧 我三岁的时候 父母亲就离婚了 妈妈想要去找工作 赚钱养我和姐姐 所以把我转到台南起冲学校就读 从小到大我都是跟妈妈分隔两地 我算是阿姨一手带大的 所以没有什么跟父母争执的印象 反倒是跟阿姨 因为呢我小时候很乖 百依百顺 因为那时候想 父母亲分开了 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以为父母都不要我了 不爱我了 担心如果我不听话 可能有一天连阿姨也会抛弃我 所以阿姨说什么 我都百分之百地服从 真的很乖 完全没有什么冲突 后来慢慢长大了 随着年龄增加 观念才比较开放 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反而是大学时期 我才开始进入叛逆期 想好好的表现自己 也有挑战自己的念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时代在改变 现在的青春期孩子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跟爸妈争执 困扰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哦 没错 你知道吗 我相信现代很多父母在教养青春期孩子 经常面临到的头痛问题 应该就是孩子一直沉溺于网络世界 或者是看电视看个不停 不知道这样的困扰 在各位爸爸妈妈的身上有没有发声呢 我们现在来看题目 请看 请看 孩子过度沉溺于网络 电视手机 让你很困扰吗 是的请举圈 不是的请举插 请举牌 林老师 想请教您啊 如果爸爸妈妈遇到孩子 太沉迷于电玩上网 对外在的事物都提不起兴趣 像这样的问题 就您的经验当中啊 有没有什么建议 可以提供给爸爸妈妈的呢 如果说他完全都是一天到晚 就是完全看着手机啦 或者是玩着电脑 然后都没有其他的生活作息 那我想我们说这个就是过度的沉溺 可是如果因为工作需要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偶尔会用到 我想那是一个正常的使用 但是现在的孩子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真的会在网络上玩游戏 然后一晚可能会玩 一小时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那甚至是他每天持续的 那甚至他在网络上 有些是网络的游戏会找一些朋友来 我们比较会担心 他在那个过程当中 跟朋友之间那种交往 到底是好的朋友还是不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会比较担心的是 孩子这样的状态 那如果你说要真的把孩子的网络 在现今的科技文明当中 完全铲除掉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很重要的是 我们可能要发现 然后诱导孩子 他要有一些就是兴趣 或者其他的喜欢的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鼓励 我们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如果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可以培养他 比如像我两个孩子 就让他们在小学的时候 去打桌球 或者是练小提琴或钢琴 或者是其他他喜欢的画画 发展他另外一个在情绪可以发展 或者兴趣可以发展替代 同时可以产生的 不会让他好像说 我只有电脑 只有网络才可以 那我想这个部分 就可以慢慢把他从网络上的运作 把他取消掉 是的 我想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自我意识会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他们会觉得 自己已经长大了 不喜欢爸妈管太多 可是对爸爸妈妈来说 他们会觉得因为是关心孩子 所以才要管他 换做是别人的孩子 他还不想管呢 所以这里有个题目 要好好的请问在座的四位来宾了 请看 请看 你的关心常被孩子当成是责骂吗 是的请举圈 不是的请举差 请举牌 先请教龙人组的来宾 大黑啊 你举圈意思是 你的关心经常被当成在责骂吗 说明一下好吗 孩子会误以为我在骂他 可能是因为我声音的关系啊 我声音太大了 听起来好像在骂人一样 我常常提醒他 我说他是为他好 是关心他 不是要骂他 但是他不相信 就开始起了争执了 所以即使你已经解释 是声音的关系 希望孩子了解 但是孩子还是不接受吗 好几次了都还是一样 林芝 你骂过孩子以后 心里会不会很后悔 觉得自己不应该说这么重的话来伤他 会不会 我后悔的是生了他以后 就应该要好好地教他 我却反而是请父母代为照顾 后来再接孩子回来 当然会反抗啊 所以我后悔 小女儿出生之后呢 我都自己带 从小到大 我们都没有吵过架 因为有老大的经验 所以教老二 我就特别用心 不是强迫他 而是沟通 他也很乖地跟我们沟通 都没有问题 当初真不应该把老大托人照顾 应该要自己带 用最熟悉的方式和孩子沟通 老二就是这样带 所以教老二才不会再犯错 林老师 我自己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因为我也是个龙妈妈 跟大黑和林芝一样 身为龙人父母亲 教养孩子真的不容易 因为孩子是听人 会听也会说 要靠声音的线索 来分辨对方的表情 但是我们龙人 不管喜怒哀乐 都是表现在脸上 再者 我们没有办法 精准控制发出的音量 常常要提醒自己 把声音压低 小声一点 但是啊 有时候情绪以来 这个不自觉的呢 又开始大声 真的是很难控制 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不是只有 我想听这样的 爸爸妈妈 你们才会愤怒 一般的父母 我们都跟你们一样 我们都会看到 孩子如果我们 说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没有遵照我们的做法 跟想法 跟说法去做的时候 我们都会被他激怒了 所以一般我们父母亲 常常都很容易 换一些错误 就是当孩子 我们讲的话 他不听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 就很容易被激怒起来 所以事实上 我们说亲子的关系 要良好 其实父母亲的确 我们内省 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位置 就像刚刚主持人 也问了我们的妈妈 就说 孩子争吵的时候 我们讲的时候 我很后悔生你 我相信我们讲完 妈妈一定很难过 一定很自责 因为这是重化 但是就是在生气的时候 被他激怒 没办法 所以如果 我会鼓励很多的父母 真的在跟孩子 吵到你的情绪 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建议当下 不是马上沟通 而是如果这里 有一杯水 你一直要 说出来的时候 请喝一杯水 当你喝了这一杯水 你的情绪 整个就会抗荡下来 要不然就是 喝了那一杯水 孩子无效 请你深呼吸 深呼吸 吸到氧气的时候 脑部会比较安静一点 如果这样的方法 再无效 我会建议 先离开现场 让你的情绪 先缓和 去做一点 你喜欢做的事 比方说 我喜欢吃水果 我就消消水果 我喜欢弄花 我就弄弄花 让你的情绪 比较 静静下来之后 你再来跟孩子沟通 这样子比较不会 语言会出现伤害的话语 想请问春夜姐 在你跟老二相处的过程当中 印象中有没有发生过 可能你的沟通明明是关心他 但是孩子却误以为你在骂他 有过类似的误会吗 其实我小儿子 回头去想 其实我们的个性 可能应该蛮像的 所以才有时候就是 我们彼此会一直在 坚持自己的一个角色 所以有很多的冲突 那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父母 那我也在坚持 就是说 我认为我就是关心你 我就是会担心你 可是他认为就是 妈妈你就不用担心我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 把我们的关心就当作说 我们是在不信任他 或是在责骂他 刚才听了三位来宾的分享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父母和孩子 不管用什么沟通方式 还是会有误会产生 所以我在想 这是不是亲子间的信任问题 或者是其中有什么因素 让孩子对父母产生误会呢 我想孩子跟父母会有冲突 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孩子很需要被肯定 所以当妈妈说 你这个没有做好 你那个不应该 你那个怎么样的时候 你的意思就是讲我不好了 那我们父母的关心 就变成是他的唠叨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做 不是我不做 我还没做 你就说我不做 或者是好像就指着我不对 所以其实孩子 他在行为的背后 有一个目的是 他希望我是一个自我肯定的人 父母亲你要看到我的优点 你要肯定我 可是通常我们父母亲很特别 就是包括我在内 我们都一样 孩子做好的地方 好像理所当然 做不好的地方 我们会觉得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不能放纵他的行为 我们担心他这个行为 会变成以后的不好 所以就要纠正那个不好的 所以孩子通常那个 缺点的地方就被我们抓到了 那当一讲到这个缺点 要纠正他是好的 通常都是会纠正 纠正纠正 那孩子就会觉得 你的关心 那哪会关心 你一天当然都在说我的不对 所以当你说我不对的时候 我怎么会心平气和地告诉你说 是你说的话我就听你的 因为你在找杂 你在找我的缺点 你在找我的麻烦 所以当孩子有这样的想法 父母亲子观之间的信任度 的确会比较不见了 听到了吗 要对孩子多肯定 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肯定 就不会以为实在骂他了 是啊 我们两个也要好好地注意才是 好的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了 好戏即将上演 马上粉末登场 孩子的交友情况 让你很担心他变坏吗 我很担心孩子外出 问孩子你要去哪里 孩子都说要去找朋友 我希望他不要做坏事 希望他好好地选朋友 孩子生国中之后 我就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好不容易他现在稳定了 以后升高中就不会变坏了 我想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算很单纯 那当然你碰到 你不能够拒绝他去碰到那些同学 那甚至于有些同学 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家这样 我们家不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要给他 应该是跟他沟通 我还蛮有自信说 我的孩子不会变坏 可是当然我对于 对于他们的交友跟同学 我很注意 比如说老大他从五年级开始 我就准许他跟同学出去玩 可是他班上的同学大概我都认识 然后他要出去玩的同学的名字跟电话 我都会要求他留给我 这个是基本要求 那一直他到大学 就算他现在要出去 出去跟人家出去吃饭或者什么 我都还是一定会问说 你今天跟谁出去啊 那只是大学 我就没有再问同学的电话 欢迎回到 有句话说 话中的意思是 跟坏朋友相处 很容易就被带坏 跟品性好的朋友在一起 品性也会变好 当然这问题 很多父母都很关心 担心孩子会不会因此变坏 所以我想请问四位来宾 请看题目 请看 孩子的交友情况 让你很担心他变坏吗 会的请取圈 不会的请举叉 请举牌 好 大黑举叉 意思就是 你不会担心你的儿子变坏吗 你从来不担心吗 不会 我孩子的交友情况啊 让我们当父母的非常放心 因为他的作息正常 像是下课以后 就去找同学打篮球 打完球呢 就回家打电脑 平常生活都很规律 很正常 孩子外出以后 即使没有看到他交友的情况 也不会担心吗 就放手让他去 不要怀疑他 一定要相信他 他才会快乐吧 灵芝啊 我之前呢 有遇过你儿子好几次啊 我觉得他看起来品性还不错 交友状况也很好 怎么你反而举圈 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我是担心啊 他被女朋友牵着鼻子走 所以呢 我才会一直盯着他 确认儿子没什么问题以后 才不会担心 我会注意他有没有坏朋友 太晚回来呢 我就一直追问 确定他交友状况 没有什么问题 才放心 好的 这边的林老师啊 既举圈又举叉 到底对自己的儿女的交友情形 到底是担心呢 还是放心呢 是什么意思啊 圈跟叉代表老大跟老二 老大会让你担心 老二不会让你担心 老大呢 是任何朋友都收 任何朋友都来 他交友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得来 那这样任何人可以进得来 其实我们说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就很容易会有些影响 但是另外一个圈的呢 那是老二 任何一个人要进来 我内心深处 他要经过我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家老二很特别 他交友朋友呢 他都会觉得 那是我的朋友 是跟我同一国的 我才会进来 不会跟我同一国的 就不会进来 他好像不会说 外面的同学 不认识的一个 接过一个 认识过一个 然后介绍进来 像这样的孩子 你就会比较放心说 他交友 他其实都自有筛选 就不会这么广幻 请问春夜姐 你对两个儿子 在外面交友的情形 平常会不会追问呢 比方说 如果有不好的朋友 你会担心吗 我小儿子就是会比较让我担心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感情 也很重义气 所以有时候我发现说 他在交朋友比较耳根子软 就比较随着别人 就是说会跟着别人去 那他也因为有一段时间 因为这样可能就是交到损友 那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也在告诉自己 这次我在学习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学习放心 让孩子就是 让他放手去做 也许这是人生他很多的经验 那如果我们一直想要保护他 让他不要犯错 我觉得将来如果大 他还是一样会遇到这些事情 有句话说 爱就要让他知道 我是爱你的 所以节目进行到最后 我们想请四位来宾 利用这个机会 把你们对孩子的爱 透过镜头大声地告诉你们的孩子 我们先请大黑来说说 请 孩子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 你知道我念你 骂你 都是为了你好 我会永远爱你 林志勤 林志勤 我很高兴你是大学生了 这很不容易 身为父母的我们 和所有的亲戚都为你高兴 不管将来你要走哪条路 做什么工作 你就努力去做 不用我们唠叨 你已经长大了 自己知道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要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可以帮你的 接下来请春夜姐 我们上个礼拜一 我跟两个孩子 那长进的就是我的小儿子 那背我的这一个是我的大儿子 我们去南方澳 我跟孩子讲一句话就说 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 可是我很向往那种海浪 就是就在我眼前的那种感觉 结果你知道吗 我两个孩子就马上说 妈妈那有时候不可以 那时候儿子就背着我 那我觉得小儿子 帮我留下这一箱相片 那在这里我真的要很 谢谢我的孩子 其实你们也让我成长很多 我也学习很多 那妈妈也是比较不善于表达 可是在这里我真的要告诉你们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们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好感动哦 接着是林老师 我以凯杰是我两个儿子的名字 妈妈真的很爱你 妈妈爱你是因为 不是你任何的成就 不是任何你的成绩表现 只是因为你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儿子 我爱你们 听了四位来宾的分享 让我真的很感动 天下父母心 不管孩子做错什么 也不管孩子年纪多大 永远都是父母的宝贝 孩子妈妈也爱你们 爱你 是啊 看到爸爸妈妈们 这么辛苦的教养过程 真庆幸自己没有打算生小孩 好了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 各位千万别忘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三十分 一定要准时收看 听听看哦 下周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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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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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好棒哦 谢谢 谢谢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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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